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萨基8月8日告诉记者说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将在耶路撒冷举行新一轮会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定于8月14日在耶路撒冷恢复谈判 之后在捷里科举行会晤 但同样是在8月8日 以色列初步批准在巴勒斯坦备债领土修建新住房 帕萨基说美国不承认继续修建定居点活动的合法性 反对任何将定居点合法化的努力 以色列人权组织现在就要和平 也对修建计划提出指责 以色列政府通过文官机构和一个军事机构 推动在约旦河西岸备占领土修建1000多套住房 我认为这表明了停止定居点建设的重要性 其次它可能还显示了以色列政府参加这些谈判的真实意图 但定居点的一些以色列人觉得 他们住在备债领土 能让以色列在与巴勒斯坦人的谈判中占上风 如果我们要和他们谈判 那么我们住在这儿 在这儿修建房屋肯定对我们的谈判有利 犹太人定居点被认为是实现以巴永久和平的一个重大障碍 因为这使得双方更难以就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边界达成一致 加沙地带不那么温和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拒绝参加和谈 哈马斯领袖哈尼亚说 很多巴勒斯坦人都不信任以色列人 我们呼吁停止谈判 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 结果是我们更多的人民丧生 我们的人遭到逮捕 我们的敌人修建了更多定居点 圣城耶路撒冷被犹太化 还修建了隔离墙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在欢迎参加开斋节活动的穆斯林时 谈话的语气比较乐观 祝大家开斋节快乐 希望这个开斋节为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祝福 希望下一个开斋节时 我们的人民能获得他们所希望的自由和独立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点 以及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 这只是双方就承认两国和平共存达成共识之前 必须解决的几个棘手问题中的两个 感谢观看